12月15日,杭州天上疑似隕石落下 现场多人目击,从发现位置来看 萧山、斌岗、城西等地市民都有发现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 火球降温速度很快,带着明显的亮光穿过闻尘,刮破夜空 然后消失是被平线 民间对此讨论热烈,1976年驾临天降隕石鱼 中共山巨头沪泽东周恩来,朱德斯文 这次天降隕石,看来是要改朝半代啦 12月14日,中国发射了北京南战航泰公司开发的朱雀二号火箭 朱雀二号是全球首次尝试发射的甲苑燃料火箭 尽管北京对峙的月后浪 但朱雀二号在热级点火时,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连带损失了它所攜带的十四火卫星 一名25岁的波士顿法克利音乐学院中国留学生吴晓雷 因涉嫌在网络上威胁,跟踪中国白纸运动的支持者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后 12月14日在波士顿联邦法庭出庭 他们可能面临最高5年的监金,和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这是美国FBI第一次对这类海外小粉红采取法律手段意义重大 12月15日在拜登主持召开的美非领导人峰会的最后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支持非洲联盟加入20国集团 成为永久成员,非民由55个国家组成 拜登在峰会上还提到,美国完全支持改革联合国安领会 此其包含来自非洲的常任的时光 很明显,美国希望藉此重新的关系 加大在非洲的影响力,从而竭製中共在非洲的旷战 大家好,我是美龄,欢迎收看第一时间 自俄乌战争以来,中共从未在公开场合谴责过俄罗斯 甚至为俄罗斯辩护,指责不约东旷中俄两国领导人普京和习近平 还将在这个月底举行会谈 《华尔街日报》报道,几个星期以来 习近平正下令政府部门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 同时该报道还有一个披露 曾经有一份内参送到中南海,认为与俄罗斯建立今日的关系汇报不大 习近平对此批示为一派胡言 路透社12月13日报道 中俄两国领导人将在这个月底举行会谈 哈利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向俄罗斯媒体确认 会议的日期和日程已经有了 习近平和普京一直保持沟通 接近年底的时候,中俄在能源和军事合作上有阻重一步发展 《华尔街日报》14日报道,中共一直希望增加俄罗斯的原油进口 在北京建立更多的能源合作,提升中共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投资 此外,中共和俄罗斯也在增加 劳报和人民币之间的金融交易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 习近平对俄罗斯和普京的欣赏 强化了他对加强于这个不方轮廓关系的决心 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首次外访选者莫斯科 他当时还对普京说:"我与你有相似的性格!" 报道还披露清华大学陈秀中央办公厅委托 赞写一份研究报告 作为内参送到习近平案头 报告中还指出俄罗斯的经济没有未来 禁止与俄罗斯建立紧密的关系会报不大 而中国经济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密切 习近平当时在报告的空白处批示一派胡言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20日前 今年2月4日中俄曾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两国有好无自警、合作无禁区 女澳时评人士袁洪斌近日根据一些党内人士 向他透露的消息向媒体披露 习近平很可能在明年3月 两会后对干派人马目前胜低的实际掌托人 曾庆红痛下杀手?我们来看看什么一回事 八指运动兴起自制 11月30日 中共官方突然宣布前党魁江泽民病亡 随后进入一周时间的官方悼念活动 全国唯瘾升级 12月6日 当局在北京举行江泽民追悼会 习近平所念到始终满是熔麻的捧干日未支持 袁洪兵队大纪元透露 据他从中共党内人士那里得到的消息 那些道词内容基本上是曾庆红准备的 如果不按这个内容开追悼会 江家就要求亲朋好有一切 为江泽民举行个人的喪禮 那就不需要中共中央来废心了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要挟之下 习近平不得不做出众大挫败式的妥协 所以习近平念的道词 基本上是曾庆红的稿怎么写他就怎么读 只是将曾庆红原本写的 江泽民模范地执行了邓小平所确立的 免得领导港部终身制将这句话去 袁洪兵透露中宣部长李淑女 私下给习近平提出的建议是 面对江泽民家族的反撲 一方面在对江的概观定论上 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因为江泽民已经死了 这样做在政治上 不会处于重大的被动状态 另一方面就是要加紧 准备对江泽民家族的残余势力 包括已被中纪委登记再策的大批官员 以及与知与前权交易关联的 众多民营企业家进行全面整肅 时间点就是明年两会 也就是习近平的势力全面 接掌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后 袁洪兵表示 江派人马本来想利用江泽民之死 向习近平发难 但他们没有想到习近平会 做出如此大的让步 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思对江泽民概观定论 对他们这次的反撲被习近平化解了 从此之后所谓的江派就是 树倒胡宣散 袁洪兵说 中共党内人士说 明年3月份两会后 习肯定会借助反腐败的名义 对江泽民家族残余势力 进行全面清招 修叫他们富可敌国的家族财富 在三个方面运用 第一是准备发动台海作战的秘密经费 第二个方面是为人经费 第三个方面 是用来缓解中央地方最紧迫的财政困难 中国感染病例激增 北京墓地受兴 百保山殡仪冠尸体到夕月山 24小时不停火化之势 据微博广传的北京牟斯立医院内部 胡耳聋音 远方高层说 放宽后的当前售波严峻疫情 还只是个开端 至少还要经历4-5波 并说千万不要被病患服用回相干的莲花清瘟 很多医院其实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了 昨天下午4点 北京招募所有退休的医护人员 重返岗位 所以现在广州也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第一波是非常严峻的看来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不是躺平了 其实才是开始 另据报导 北京有大量的快递员都发烧 导致快递公司缺人 平时一日的人工从200元人民币 涨到400元 还包着吃饭 仍然很难招募员工 有人感叹 这几天北京的快递太难了 不过就在这种情况下 却发生了两件歧视 一个是根据中国国家委建委公布的最新24小时数据 12月14日0至24点 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只有2000例 每一例死亡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怀疑这个数据的真实性 中国民间有人改以发热关见词 搜寻指数来分析指出多数城市此次疫情 起此点早在当局放宽措施前 直到12月9日 中国已有2.4亿人进入群体感染 这点与世卫组织星期三的表述相符 世卫组织认为中国早在放松清零政策前 就出现了新冠感染暴增局面 那似乎暗示了当局大量隐瞒数据 第二件歧视就是 就在此时人民日报却发表了一篇 著名为任仲平的万字长文社评 只有替习近平脱窩之嫌 文章成赞习近平三年防疫成功 清统就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还指出神州大地正升藤著澎湃活力 指现出万千气象 并堅称习近平在惊涂海浪中将陀道向大战大考前 温酬为厄 并以高瞻远足的判断 科学果断的决策 将显着人民领袖的责任担当 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追击战指明前进方向 但对迫使习近平仓促换肩的八指运动 却毋莫如深赤字不提 仿佛这一切从未发生过一样 人民日报的评论一开始就在这里营造一种 欢庆胜利的错割 工厂车间 机器均名 大街小汉 人来人往 公路铁路 车梁穿梭 超市商场 密封架稳 广茂田野 新机勃勃 黄人碎末 神州大地正升藤著 澎湃活力 展现出万千气象 对此网友纷纷议论 人民日报发扬了当年大约晋时期 汉登小麦某产万斤 人可以躺在密碎上 翻筋头的光明传统 世诞民主商场因顾客稀少 开业一周年再次停业 躲得过新闻联播 躲不过人民日报 唉 请被医院排场队的人听一听 请被白宝山排场队的人看一看 就算没疫情 这个季节怎会广茂田野 新机勃勃 自吹自擂 喪事喜办 党部一贯作风 分析人士指出 就在放宽清零政策前两天 还在鼓吹坚决清零不动摇的党部 在全中国病例爆炸增长 医疗资源明显跪伐 衛生系统不堪重复 百姓恐慌的此刻 推出这篇文章 大约有一些为造成这样的后果 的政策制定人开脱责任的意思 12月12日 网名半痴字的网友发表的微信日记 闹剧收场该算账了 还未全热 就被迅速封杀 这篇文章其实写得非常精彩 其在文中力数清零之祸 呼吁要算录不章 下面我们就给大家选读一下文章的主要内容 文章写着均然而起 越演越烈的一场闹剧 终于是傾客之间 毫无怨念地戒然而止 草草收场 留下一地鸡毛断止 有网友一条行说 12月7日之前 只有新冠是病 其他都不是病 12月7日其他病都是病 只有新冠不是病 可以在家里治愈 条行是轻松的 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 这一个账不能不算 第一要算生命账 闹剧期间 生命占如流矮 有人因为生存绝望而跳楼上吊 有人因为言误就医而阴阳两格 有人因为情绪崩溃而止伤伤人 更有惨烈佛灾 转运斜祸 整个闹剧期间 因此而逝去的生命到底有多少 他们都姓什么名 都有些什么悲惨的制愈 责任人得到情绪了吗 连难者灵魂得到委嘱了吗 家属得到报偿了吗 这些账一定要算 要比生命一个最低限度的尊严 第二要算经济账 第三要算科学账 第四要算法治账 第五要算政治账 作者写着一场无厘头的Lowcat 居然能调动全部社会资源 令至上而下的各级官员 为之身心疲累一筹莫展 眼见方堂透顶 却重要鼎莫拜 使尽全力配合表演 而无一人敢于发习声提异议 必然是我们的机制体制出了大问题 当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作者作似隔言而止 并写着 这个话题不便展开 第六要算良心象 作者高度赞扬了八指革命中的年轻人 在当下预警中 要能够发出声音是何等困难 又需要何等的勇气 这些账一定要算 因为只有算明白了这个账 守护着、敬仰着我们的英雄 才对得起曾经的苦难 如果为众人抱身者 纷纷动舍于风雪 那后来的风雪是归 谁又再来为我们抱身 一个民族要有记忆、有良知 更要有心智、有血性 而记忆、良知、心智、血性 合合就是当下最缺的事 观众朋友 你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什么观点 欢迎留言给我们 另外 临近年末世界各大新闻网站 都在忙着编辑 和推出2022年十大新闻 或影响世界的十大事件 也欢迎你投稿或留言给我们 好了 今天的第一时间又要跟你说再见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你订阅点赞并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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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